歡迎各位亦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母親節 首先就要在這裡公祝各位亦友母親節快樂 只不過這班香港警察 就是要阻礙市民共聚天倫 今天竟然間在下午至晚上 闖入多個商場那裡進行攬炒的行為 到底他們闖入哪些商場呢? 包括尖沙咀的海廣城 旺角新世紀廣場 太古城中心商場 沙田新城市廣場 屯門市中心 觀塘APM商場 和荃灣廣場等等 這幾間商場的店舖真是遭殃 過著大時大節 難得可以炒熱一下零售業和飲食業的業績 竟然間要下閘 為甚麼? 因為這班警察進去 就亂拘捕封鎖線 然後又引用限聚令的惡法 現在索性連非法集結都不用了 因為限聚令控罪門檻低很多 隨便抓集成軍 現在看到有幾多人 不夠八人都會拘捕 出張傳票給別人 根本就是要找市民麻煩 人家都不夠八人聚在一起 你告甚麼限聚令 你就要使得市民浪費一些時間 心機和精神 為了你這張價值兩千元的傳票 走去抗辯 本來就不需要那麼麻煩 你就是要搞這些事情給別人享受 其實也不必 他最終我相信都會抗辯成功 因為你出的傳票 都只能出兩三張三四張 又說限聚令 當時要九個人聚在一起 才會違反你這條惡法 告訴你 不過他現在是有出不是有出的 他博猛 如果有些市民怕麻煩 那就又屈兩千元 一個就說兩千元 如果一家五口無厘頭 被你說違反限聚令 那就是一雞夜 起不時派的錢都給你 整班人都浪費時間 那到底這班警察進去商場 做甚麼攬炒行為 首先就是這個旺角的新世紀廣場 有警察進去商場 竟然又玩槍 就舉起一支胡椒球彈槍 向著那些站在商場高層的市民 要求他們散去 那實情你在玩甚麼 是否像去年一樣 又要玩胡椒球彈 又布袋彈 又這又糟 今天沒有親節 大哥 人家幾口 走去共聚天倫 在商場行街 關你屁事 你整班人穿到全身裝備 像生業匪的樣子 要進去商場涼冷氣 你就涼得夠了 要不要叫那些市民離開 離甚麼離開 走商場就犯了你 簡直是不可理喻 又說一下太古城中心商場 那些警察在下午三點多 手持著盾牌闖入商場裡 並且用膠帶拉起封鎖線 阻止市民繼續逛街 後來更加票控一家三口 人家說明了 只不過是為了慶祝母親節行商場 突然之間說要被人票控 人家反問現在限聚令上限應該是八個人 三個人如何違反限聚令呢? 警察就零回應 而且直接票控 當這名市民打算拍下票控過程的時候 警察就恐嚇他要加控左差辦公 有沒有搞錯? 人家拍下你到底如何干犯些甚麼? 惡行暴行 這些是明屈的 我建議這三個市民 無論如何都要糾纏下去 沒有理由讓他們屈六千元的三個人限聚令 三個人本來就不違反限聚令 更何況現在放寬了 所以這些惡法 我們一早就判斷了 根本上就不是為了防控工作而設 就是為了擴充警權 使得這班警察 就可以有一條方便的法例 找個亂禁票控別人 因為你亂禁票控 就算是明屈也好 你都沒有後果 市民去哪裏投訴? 又去你那個投訴警察 課自己人查自己人? 又去那個所謂監警會 沒有牙老虎? 根本就完全是無法申訴的 就算你明屈也怎樣? 那你有什麼後果? 是沒有後果 這就是香港所謂法治的制度 這班就是你鄧炳強口中的神聖的執法者 你執什麼法? 拿著一條惡法出來 明明說到明八個人才違反限聚令 你肯定要有九個人聚在一起才會被拘捕 才會被拘捕 現在亂了 三個有拘捕 然後在這個田門市廣場那裡 有一家四口在一個飲茶走出來 然後有一名便衣警察又不出示委任證 後來就拉起封鎖線 說人家一家四口違反了限聚令 要求看身份證 好了 這四個人當中 其中一個女人就說 被你太多便衣警察圍著 不舒服 後來一家四口才獲得放行 可能未有檢控 這一個比較幸運 因為不需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精神心機去抗辯 雖然他抗辯一定會成功 但起碼散卻了很多無聊的麻煩 然後又看看尖沙咀海港城的情況 今天在海港城裡 有兩名中學生記者前往採訪 只不過遭這班警察被拘捕 一名是16歲的女學生姓謝 另一名是年僅13歲的學生 他們在海港城裡進行採訪和拍攝的工作 作為一個學生記者的身份 本來獲得限聚令的豁免 是不受規管的 因為他在現場來說 是在做他的工作 而不是為了聚合而去到當場 好了 這班警察又亂拘捕了 而且對著那個13歲的中學生記者 在那裡指指點點 又嚇人家又說要拘捕他 一會兒又貶斥人家為同工 又叫他回家 這個學生記者已經說明了 他是學生記者的身份 拿了記者證出來給你看 而且他質疑 這班警察是否牽涉到歧視和濫權 這件事就是擺明那班警察 看著別人的年紀夠輕 你就在那裡按著欺負 又不見你抓那些大台記者去盤問一番 真是多餘 事實上 你將這兩名中學生記者 壓返了尖沙咀警署以後 你到晚上八點多時 你都要把別人釋放 你跟那個13歲的中學生記者 六同學的家長說 如果下次再見到他 在現場活動當中出現 就會票控他 你都浪費時間 票控他什麼 人家正在做學生記者 你有沒有尊重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你都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擁有 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有這個權利來行使 不管他的年齡多少也好 只要他的董事 只要他懂得一些採訪和拍攝的技巧 你管他幾歲 不要管他十歲 十一歲 十二歲 十三歲 他都可以去到現場進行採訪 有什麼問題 不是現在香港沒有記者登記制度 這樣才能確保得到 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 這群人懂不懂 又說人家同工 又說人家這樣那樣 踩人家 離開大譜 怎樣 只是讓那些黨媒 只是讓那些官媒去做 愚蠢 只有政府新聞處去做 其他記者全部回歸 回家睡覺 完全突顯了這群人的無知 這名六同學 他就解釋為什麼會去現場採訪 他說採訪工作是十分重要 雖然他只是讀中一 但也想為市民報道事實 而且不會畏懼警員的質問 他有他執法 我有我做事 沒所謂 大家都溫柔一點 你想想人家年紀這麼輕 都懂得去懂事去想 只不過在現場來說是反映的真相 人家又沒有說要加鹽加醋冤禮 你看看很多電視台 包括香港電台和NOW新聞台 他們的直播台去到抗爭的現場 連旁述都沒有 我認為這樣是最好的 讓市民自己看到的畫面之後 自己去想 自己去分析 不需要有人在這裡引導 每一個人見到你這群人 乾犯這麼多惡行暴行 人家都懂得去譴責你 聲討你 是吧 用不著有人在這裡說 所以你針對港台 基本上是最無賴的 你說立場新聞 他也有一個立場哥哥 立場姐姐 在現場進行旁述 告訴你 事件的背景是怎樣 事發經過是怎樣 香港電台的三十二台 簡直是甚麼都沒有 只有旁述 有時候現場稍微有些粗口 他也有消音 那你也有批評嗎 這個最中立 是吧 真是傻的 根本上就不知道甚麼 叫做新聞自由 編輯自主 這群人 最後想說一下 王國彤律師 可以說是責心人口 他在台北市開了一家保護傘的餐廳 專門讓那些流亡在台灣的香港抗爭者落腳 讓他們有工作 可以維持到生計 最近他們貼了一些信件出來 都是這群流亡台灣的抗爭者 寫給他們的母親 有一封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他是這樣寫的 每逢過年過節 特別是對家人感到抱歉 這就是我第一個 不在你身邊的母親節 媽媽 對不起 我在台灣一切安好 不在你身邊 你就要好好照顧自己 不用擔心我 希望早日能夠再跟你相見 母親節快樂 想念你的SILVER相 雖然重逢的日子可能會很遙遠 但我們總要相信會等到這一天 我也是引用卡斯特羅那句話 歷史會宣判你們無罪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